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突然消失了 因为所有的法阵需要法力来支持 楚政天离开后他的法力随之消散 自然而然他设置的法阵也会消失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们可是拍档 怎么能撇下你不管 你没事吧 谢谢你 要不是你及时出现 现在恐怕虚空之境的力量就全部被楚政天诈为己有了 虚空之境 听上去就很厉害的样子 这是一种可以任意穿越时空的仙术 难怪楚政天说他要去汉朝 这仙术真是太方便了 我要是有这份领 一定可以走上人生的巅峰 上一上还有点小激动呢 时间急迫 我们得赶紧去追蜀战天 我说我们能不能先考虑吃个骨饭 正所谓人是铁饭是刚一对不吃饭 不吃饭 好歹咱们是拍档 能不能顾及一下人家的形象 少废话 没想到从那么高掉下来居然不痛 运气真是太好了 咦 小义跑哪儿去了 我在这儿 我的天哪 腰差点都被你压断了 我们要赶在蜀战天之前找到苏丹才行 苏丹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人是你算我倒霉 这是什么地方 鸟无人烟的 你确定在这儿能找到苏丹吗 这座山叫玉林山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仙岭 苏丹没成仙之前 就和他妈妈一起住在这玉林山上 真是起 动物们都很喜欢苏丹 我们要随时小心鼠战天 它轨迹多端 搞不好会变成这里的小动物 死鸡行动 你说的会不会是这个家伙呀 你快用仙术制服这头大笨猪 你以为我不想 之前被数战天多做了灵力 剩下的力量 全部都在打开时空之白的时候耗尽了 不但你这样坑队友 你们一直跟着我干嘛 我叫小一 这位是陆琳琳 有一只样子长得像老鼠 却又不是老鼠的老鼠 叫做鼠震天 它是一只诡计多端 法力高枪无恶不作的老鼠 但是其实它不是一只老鼠 至少不是一只普通的老鼠 它是老鼠中的战斗机坏蛋中的VIP 我这么说 你能理解吗 简单的说 就是叫做鼠震天的大魔王要害你 到底是老鼠还是大魔王 我又没招惹它 它干嘛要害我 因为就是未来的你把它变成老鼠的 其实它本来不是只老鼠 现在变成了长得像老鼠的大魔王 就算你们说的是真的 那它现在在哪呢 我要回家了 它完全不相信我们说的 现在怎么办 我们突然给它说这些它肯定是无法理解的 我们只能暗中保护它 不给鼠震天有可乘之机 你的法力什么时候能恢复 要不然我们遇到鼠震天也不是它的对手 明天应该能回复一部分法力 更多的时候 我们要和鼠震天斗志 可不能和它硬碰硬 错了 这个事情 我们还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很严重吗 我们貌似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的肚子早就饿扁了 咱们能先找点吃的吗 那我带你去吃这里最有名的鱼粉 真的吗 汉潮就有鱼粉了 三国时期著名的毛氏彭桶 一开始鱼手流被重用 有一天它投诉西河虎渡小镇 因为心事重重 食欲不振 就是吃了当地的鱼粉后 胃口大开 酣畅淋漓 顿时觉得精神抖擞 后来凤厨旁统出人头地 这里的鱼粉也随之声名远扬 还等什么 赶快走 真是个氏族的吃货 第一次用虚空知境的时空仙术 还没掌握出口位置的定位方法 居然把我送到边县来了 今天时间不早了 看来明天还得想办法赶到神仙岭才行 卖炸鱼类 卖炸鱼类 刚出锅的炸鱼 美味可口的炸鱼 对了 我想到了 我记得苏丹的母亲想吃炸鱼 苏丹一定会来变形 只要他到了这里 到时候我就可以 只是天后博言 我果然萌萌大